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凯伦新talk 轮我陪伴你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进到2号的时间了 台北开始有一些凉意了 所以早晚的温差比较大 我想到这一点在新加坡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吧 赶快问问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华人保险天后陈明丽姐 明丽姐好 凯伦好 好好好 对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你又见面了 是 明丽姐告诉我们一下 新加坡是一年四季如下是不是 对啊 一年四季如下 今天的天气太阳特别大 就是只有到一个季节的时候 接着下来可能就比较会常常下雨 但是新加坡的雨下的也非常奇怪 有时候可能这一条线 就是在这个红灯前跟那个斑马线之间 这前面呢是大太阳 我们这边还是下大雨 这样 这什么道理啊 我不知道 它就很奇怪 我刚才说 哇 这是什么奇迹啊 怎么会就这么短的距离 这边前面是太阳 我们这边下雨 所以常常是这样子的 就见怪不怪了 明丽姐你有印象吧 在我们台北的中校东路四五段那边呢 比方也许快到那个五段左右的地方 松山山植啊 现在很流行的 那个地方很热闹 那边下雨 可是你一过了四段 一到了热闹的那个市政府 那个东区呢 天气就不下了 也是因为受到整个地形山地的 山坡的影响 有种状况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嗯 对 你们那的山多吗 那新加坡只有一个山 小山 小山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亲人说 我带你去看我们新加坡的山 我说好啊 我说山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他说就这里了 我说就这里 这怎么这叫丘 这叫山 这叫小丘 这不叫山 所以印象中大部分都还是海洋居多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哎 凯伦你知道吗 我今天看你戴着帽子我就想起来 我们那年代的艺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帽子啊 哦 我从小就喜欢帽子 我也是啊 我从小就喜欢 而且特别喜欢这个外衣边的帽子 哎 对啊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 哎 你说 我看到你的Facebook上面啊 你跑回去演戏了 哦 那是上礼拜了 我的同学 也就是你 你不知道你认为是琼瑶的 那个年代的第一女主角 叫赵永新 我知道啊 知道啊 我跟她一起进修台艺的啊 就变成同学了 正好我就最近关心她 打个电话给她说 哎 新冠疫情你不要不接电话好不好 好久好久都不对 对 她都不接电话后来就说 是啊 就是因为新冠疫情躲在家里 闷久了以后都快忧郁症了 我就说那就出来啊 就这样子 我们出来喝个咖啡聊了天 她就说哎 那你帮我演个角色好不好 我说你不要再找我演了 我说上次我们两个做同学的时候 你就找我去某电视台演戏 还讲台语 我哪灵光啊 还要喝酒 我哪是那样的人啊 我说你不要再找我了 她说 没有 没有 这是很简单 一天的戏就好 我说 客专啊 客专 你就来演个爸爸 我说啊 我演爸爸 对啊 你还以后我们是头心啊 所以我就怕我不像爸爸 我那天半夜起来 还把我在我们台义大的舞台 剧那个整顶的灰白头发 带去给化妆室看 后来也没用到那个头套 现在已经没人做这样 爸爸就是这样子嘛 现在六十十岁的爸爸 六七十岁的妈妈都好年轻的呀 所以你看 你说透过一幕讲真话 你看我现在像几岁 五十五 五十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她要我演的角色就是那样子 对呀 只是我不会戴帽子了 就用真的本法的话 比较像那么回事 其实讲到那个 床披戏衫 你讲这一段话的话 我真的是客串一下 我倒很想问你一下 你从小到大 六岁同心起家嘛 对不对 然后大概演到几岁的时候 你才开始到新加坡 三十一岁 三十二岁吧 所以你大概至少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对不对 在演艺圈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角色 如果今天万一有机会 你回到台湾的时候 人家说陈明天啊 来来来演个角色吧 你会最想尝试的挑战的角色 我想最想挑战的 应该就是忧郁症吧 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 哪有忧郁症啊 是吗 我都不知道啊 对对对 你知道有听过吧 没有 没听过吧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如果我以前要是一九八五年 负债那五年 还债那五年啊 那是有人说 我要是有听到这个病啊 忧郁症啊 我可能一定中的 我说明也中了 然后自己免疫性 像现在新冠肺炎 就在这个这个这个 就自己好了 可能不相信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挑战的一个个性的戏 我觉得因为我以前 要么就演很苦 要么就演很好笑 很好玩的 对我觉得你的苦诞 给我的印象蛮深刻 在中世的时代 对啊对啊 以前我妈的 我们的邻居都说 哎呀每天就吃着饭啊 配着你眼泪啊 看你女儿演戏啊 八点档对不对 对八点档啊 六点半啊 十二点啊 这就都都是这种角色 你为什么告诉我说 如果有机会再重披戏山 你会想演忧郁症的角色 难道跟你在新加坡保险 也有一段时间就像忧郁的日子在过 一样吗 对啊对啊 那时候就是睡觉就不想醒来啊 然后就是一听到电话响 铃响就很可怕啊 我绝对不会要 我现在所有的电话 什么铃声都可以 就是不可以以前那种老式的电话 那种铃铃铃那种 铃铃那种不可以 然后门铃响我也很不开心的 我门铃响我也觉得恐惧感 然后敲门声我也恐惧感 然后电话铃响我也恐惧感 所以我觉得 这都符合现在人家说的忧郁症吧 我要打个岔 因为啊 我看到这本书叫做回到初心 明丽姐的故事在这里面 是 有一个时期 虽然你在新加坡很活跃做保险 但是你跟你先生两个 类似是投资不当还怎么样 整个垮了 垮到那个阶段呢 很可能有人还在寄予你的美色 那很可能 你也面临的一些挑战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极有可能会变成忧郁症的人 是不是 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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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百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更严重啊 现在更严重 因为有时候 你反正现在最好的一个寄托词 就是哎 有忧郁了 对不对 我现在就觉得 怎么到处都有人有忧郁了 对不对 就是 同辈很多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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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但是我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时期呢 其实 真的心药 心病还是得心药医啊 这是我妈以前常说的话啊 心病还得心药医 那心药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的心啊 怎么样去把自己从那个很很低落 很失落的那种环境底下 怎么样把自己拉出来 就好像今天早上我跟我的团队开会 开会啊 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啊 哦 是你们的制服是不是 这个是这一件呢 这个三十五是这一件啊 对啊 三十五年的百万元 知道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边有三十五 然后有三个阶段在这边 没错 我想起来了 对 所以所以米姐要说的是 其实所有做保险的人啊 嗯 真的要好好珍惜凯伦你这个节目啊 是哦 对 你知道吗 我前几天才才收到一份微信的 一个一个一位女士传给我 他说米姐 1996年在黄山第一次听你演讲 大陆 就是对 在在中国大陆 1996年黄山他们是平安保险的第一届高峰 请我去做讲师 那当时我就要求我要多少钱的美金 然后我要把这个钱要救济给那一年刚好洪水 就是淹水淹的好严重 然后他就说96年听明姐的一场演讲 影响他的一生 当时他们是才他才刚刚加入 嗯 然后呢就在保险岗位上坚持到现在25年 你是说了什么新药让人家觉得愿意走进保险 尤其是在大陆那个当时还是比较封闭的环境之下 1996年 对 其实呢每一个行业你都必须要有对那个行业的深切的一个喜爱跟了解 是 对不对 就好像一段婚姻一个男人你可能一时就被他所迷惑了 或者一个女人 对不对 你可能就一时就 但是但是过后这个这一段过后一起的这个时间 你真的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去明白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为什么你要受这个气 为什么你要忍 为什么你你必须要必须要通过突破这些困难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真的是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的 因为太难了 太难了 其实婚姻也是一样 怎么守下去 回到你的保险 因为你刚刚讲说那个女生受到你的影响走了20多年在大陆 你是讲了什么保险的新药让她心动 对 其实那时候我还说的真的就很简单 因为那时候我在保险行业里面 也不过才96年 我82年家也不过才15年的时间 不过才15年的时间 然后呢 我就说的是来时路 来时路 你要回头去看你这段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123讲保险 突破自己心理的障碍 很多时候你有问就有50%机会 你口都不开 我先生说的有的人嘴巴里面是含金字的 你一张开嘴啊 那个金字会掉下来 所以不能开口的 有些人真的就是这种个性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那你就得要告诉自己 你真的开口了 金字会掉下来 说不定你开口了之后金字就进来了呢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要突破 所以就是告诉他们123讲保险 还有就是说要突破自己心理的障碍 第三个就是要懂得去明白别人的心 就是将心比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比方说 比方说如果今天你跟人家推荐的这个计划 这个客户呢 他不喜欢 但是你不能够死缠烂打呀 不能够 我觉得所有所有做销售的人 让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死缠烂打 如果今天我要能说啊 一言一用千言无用 我说得动你的心啊 我三句话就能说动了 我说不动你的心啊 我凯伦我跟你讲 一百句都没有用的 你已经就把耳朵关起来了 千言无用 一言怎么样 就一用了 就一言就一用了 就说出来有用就是有用了 对不对 有用的 说了一千句没有用还是没有用 会啊 就好像前几天有个客户说 哎呀 你姐去年我要加这个这个这个付加险 就是因为你你你你把我的报告给呈上去啊 嗯 然后呢公司就说啊看依这个报告是加不了 那我说那你觉得我这么做是怎么样呢 他说你不交不就好了吗 我说不可以 为什么 我说我要保护你 我要保护你 是 为什么你要保护我 我说当然了 我今天我就是要保护你 所有的资料就是要清清楚楚 我要是跟你扯烂物 最后你拿不到钱 你买保险到底是要赔还是不赔 嗯 你是买高兴的吗 你是买的是万一有事要赔的吗 嗯 那如果说我没有帮你做对程序的话 你是赔不到钱的呀 嗯嗯 那我是害你呀 嗯 所以你刚才讲那个附加险是帮他额外再加进去的保障 对对对 因为我们我们小孩子的保险就有一个家长利益嘛 家长利益就是说在孩子多少岁之前 嗯 然后如果有加了这个附加险啊 万一如果这个付款的人有什么事情的话 嗯 这个保单可能就免交保费啊什么的 所以这等于是说呃 包括付钱的人也保了 小孩也保了啊 所以不管是大还是小不管是什么事情 反正就是我的初衷就是我要保护你 好 可是我刚刚为什么我刚为什么听到 你的好意去帮你的被保险人去加附加险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 是公司不同意还是他有在质疑呢 不是不是 就是当他说他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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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这个附加险的时候 他客户开口 客户对客户开口 就说去年加不到 今年能不能加 哦这样子 对啊 去年就是因为我把他的报告给呈上去了吧 是 所以我就说啊目前这种情况呢我们不可以啊 我们要看明年有没有新的报告有没有什么 我说你有没有有没有新的报告 他说没有 我说没有那那结果还会是一样的吧 哎呀你去年不交就好了我都不行 我就是要保护你我爱你我希望你万一真的有事我们是没有麻烦的 所以呢你姐妹就说的就是在黄山那一那一那一场的这个演讲 对讲的就是这些基本态度对了 基本心态对就好像你在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上高速公路对不对 对谁喜欢在城市里面塞车塞来塞去的对不对 对人生都一样我们都希望有一条高速公路 问题是你要上上高速公路之前啊 你要熟读高速公路的手册呀 是 对不对 对 你要遵守规矩啊 对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一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累了你可以去休息站 休息一下加水啊加油啊吃东西啊什么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驶下了高速公路你得怎么办啊 又要找路再回来了对不对 嗯哈哈哈哈你是又要找路再回到高速公路上 因为哎不对了走错了下出了高速到了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人生其实都一样的米姐要说的是 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啊真的所有销售人员 一定要来看凯伦你的这个节目 为什么为什么米姐跟你这么说啊 我这么多年来我有太多太多的学生 太多太多的学生每一个都说啊 明姐啊明理老师啊你什么时候怎么开个什么呀做个什么呀 我都说哎呀我没那个时间但是现在凯伦你看我们 我们每个星期二都在谈对不对其实呢这才是最好的销售就是 对啊对啊对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目的 我们也没有什么想法 要的就是分享人生啊分享啊 你姐的保险经验分享凯伦的人生 你怎么样做了这么好的爸爸怎么做了这么好的儿子 我都觉得说哎呦天呐如果我儿子能够啊有凯伦呢这样的一半呢我就不知道多高兴了对不对啊 那其实现在呢人生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亲戚 亲情是最大问题嗯 真的你去看现在亲情最大问题 所以齐家治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啊现在修身都没有了 齐家也难了 你看现在多少兄弟姐妹父母 泥墙这种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 现在夫妻动不动就是离婚 离婚 什么都有 所以我就觉得哎呦人生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好这样浪费哦 这个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觉得陈米丽怎么这么会说啊 其实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 我就想到一点刚刚我们谈到了忧郁症是跟你在你做保险当中也有非常低落而且失败的一个过程 那个长达多少年 五年哦 好长达五年 你走过那段路以后我倒想问一下 真的是好丰富 你靠什么走过来的忧郁症而没有去做了傻事情 因为说我看你的这本书回到初心啊 你真的是不容易啊 靠的就是爱了 就是对妈妈的爱 所以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底下 你只要不有自私的心理 只想着你自己 为什么我这么苦啊 为什么就我受这个苦啊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啊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 更大的目标 那个目标就能够支撑你 就好像现在凯伦 你说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在这边干嘛呀 我们两个其实无所求 真的无所求 如果我们是想要开课啊 你知道米姐如果现在说我愿意开课 我真的愿意在很多人都要来参加 但是我们是无所求 因为米姐觉得说本来人生的经验就是要无私的分享嘛 为什么跟人家分享人生的经验 你需要去收钱啊 干什么 所以米姐的书 我说那电子书 没关系 电子书 为什么 因为以前呢 以前就是哎呀 大家都拿去影印啊 把我的书啊 copy啊 就这么影印来影印去的 然后放在包里面 他们说是做保险人第一本一定要看的书 有什么事情呢 就把这本书拿起来 然后就说啊 米姐在这里面说了什么 所以你知道 其实你看凯伦 你现在手拿的跟我拿的这一本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 你的封面跟我的封面不一样 但是主题是一样吗 OK 都是回到初心吗 都是回到初心 回到初心在这里了 回到初心在这里 我看到了 你那一本是繁体版 我这一本是 是简体版 可能 可能我在想 还有一点就是 我现在终于看懂了 回到初心这本书在我手上 连续34年的MDRT 所以你现在身上穿的是35年的MDRT 这个在保险界来讲 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很不容易的 那我们在上礼拜已经有送出去 大概四五本书 就是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在FB 以后说不定这些书会很值钱 就像以前200块 现在2000多 因为现在是 明丽姐从新加坡寄过来以后 我们就想每个礼拜 在节目的聊天过程当中 那就像上个礼拜 我记得没错 这几个好朋友 如果你今天在我们的电视机旁 在这频道 平台旁边的话 桃园的吴燕芬 谢谢你参与了 你被抽出来了 台北的一位叫做荣芬 荣芬 还有高雄的林信良 谢谢林信良的参与 以及宜兰的张晓玲 张晓玲 宜兰的朋友 这些朋友都是看了我们的FB 看了今天这个录播以后呢 他就在FB的我的粉丝页当中 就流话 我那个流的题目是 我去年 上一次我们讲的是 陈明利到明年2020年以后 他正好是进入保险 第几年呢 答案是40年 对不对 那今天我的题目在哪里呢 在接下来这一段 轮我陪伴你的 这一段故事当中 轮我陪伴你是 我跟我妈妈之间的一个互动 但是今天呢 因为上礼拜 我不知道你讲我去拍那个 我同学赵永鑫的一个短片吗 但是要不认识台词我不会 因为那个台词跟下象棋有关系 我根本这辈子没下什么象棋 我就拿我妈做实验品 叫她跟我来 小说对话对台词 对你等下看的是我妈 跟我在对台词 对完以后突然突发奇想 她就唱了一首歌 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集就完成了 我们大家来看这一段 我们再回过头来聊 好不好 来看这一段 轮我陪伴你 那刚好过来陪我下盘骑呀 很难 不难 很简单 很简单 马走日 马走日 向走田 向走田 车走直路 车走直路 炮翻山 炮翻山 市走斜线 护江边 护江边 小族一去 小族一去 不回反 不回反 听起来好复杂 听起来好复杂 不复杂 我只是要提醒你 每个棋子各司其职 缺一不可 要有完善的规划 才能有全面的保障 保障 保障啊 都放在房间的抽屉里了 所以我们要唱 花的心 藏在锐中 空把花旗 都错过 你的心 忘了积极 从不轻易 让人懂 为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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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我的手 宫廷日月 唱首歌 黑夜有白昼 黑夜有白昼 人生为环游 集合 春去春回来 花谢花会再开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让梦划向你心海 春去春回来 花谢花会再开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让梦划向你心海 继续抬起来 诶 那刚好过来 陪我下盘骑呀 会不会很难 很简单 马走日 向走田 车走直线 车走直路 泡翻山 势走斜线 护江边 小租一去 不回返 你起来好复杂 好复杂 博复长 我只是提醒你 每个棋子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要有完善的规划 才能有全面的保障啊 保障 保障啊 我都放在房间的什么地方 头顶 你都飞起来了 好棒啊 太棒了 真的 凯兰 太感动了 真的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妈妈的记忆太好 原来你的演绎的细胞是 真的是来自他的遗传 我不晓得 把台词记得这么好啊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今天为明天活 所以到了录这个戏的前一天晚上 我才有资格来拿脚本 可是脚本我已经把它都 都已经列印好了 我就开始背 可是我真的不会背 因为我没有玩过象棋 我就用这样的方法跟他讲 讲完以后说来我们来试 我就试的同时 你看我旁边加了机器 你看记忆多好啊 对啊 就像他的身上还放着那个脚本 就那个戏剧的脚本 就这样对起来了 八成熟 我告诉你啊 凯伦你知道我看到这段特别感动 这就像我小时候吗 我在演戏吗 我不是不会看台词吗 我不会看剧本吗 妈妈跟爸爸就帮我对剧本啊 就像你刚才这样 他讲一句我就回一句 然后他讲一句我回一句 然后他说一句我跟一句 就确定我所有的台词的剧 那个口白都记住了 所以你看人生真的太奇妙了 太棒了 真的很棒呀 你爸跟你妈妈真的对你在戏剧方面很挺的 我们家没什么挺不挺的了 我爸爸都不希望我去演戏 那我妈只觉得好玩 可是我们在那小时候 没有跟爸妈对过台词 在爸妈面前都觉得演戏很丢脸 我从来都不准我爸妈去我的摄影棚看我 因为我在叫人家爸妈 他在旁边我会很尴尬 那是小时候 那是小时候 可是我也不希望他们在现场 为什么 我怕我眼不好下来会被爸爸骂 对 而且我在台上表演 像比如说我在台上跳舞表演比赛什么 我其实眼睛就是一直看着父母亲 看着我爸 看我爸脸上笑笑的 我都知道我表演的很好 我跳的 所以这种真的就是个性 从小我昨天还前天还跟我儿子说 好像妈咪从小就养了一个个性 就是看人脸色 我就喜欢看到别人开心 别人的欣赏 所以好像就一直 其实这应该也是忧郁症的一种 对自己的不肯定 对不对 其实现在很多小孩也都是这样 其实他们很棒了 很棒了 但是他们还是很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肯定 对不对 因为你这段话突然触动了 我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我记得小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应该是有一次我就拍电影 拍了几次以后 都是在火车站的时候 那个制片就塞 塞几百块 两三百块给我 后来有一次我爸爸觉得 就不对 我这么辛苦 怎么只拿两三百块 他就跑去跟人家的 上司理论这个事情 我爸爸是一个 就是那种很有益气的人 他就去跟人家理论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重新再来 明丽姐 是你 你会不会为你儿子一样去争取 应该会吧 好 我跟你讲 我不会了 就是那一次以后 虽然人家也没退我们什么钱 从此以后 那个大电影公司再也不找我了 这就是游戏规则 你不够红 你被别人吃 然后人家给你机会 你要不要认 你认了的话 你就不断的有机会给你 被你起来了 叫陈明丽了 叫陈凯伦了 没有人敢吃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又没有人敢吃你 你现在就跟人家搬脸 人家不用你可以吧 对 你知道昨天刚好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台湾中视电视台 一个张国栋 我知道 对 93岁嘛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 哎呀 我说这个人呢 妈咪要好好感恩他 感谢他 对 因为以前在拍戏的时候 他呢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 他好像是道具服装叔叔开始 对对对 然后每次要什么古装衣服 要什么衣服 就会张叔叔啊 我这是我的角色 我要这个衣服 我需要这样的衣服 然后呢 你知道他每次都会挑最干净 最漂亮的给我穿 别人呢 他都不管他了 这个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 然后就有人去跟他说 为什么你给陈明明的每次都是干干净净的漂亮 那人家很乖啊 人家穿了衣服之后很爱惜啊 很珍惜啊 哪像你们呢 地上就一坐啦 坐得脏兮兮的啦 然后皱皱的啦 反正这种衣服啊 好看还不好看 给你们穿都一样的 可是给明明穿就不一样了 这个丫头啊 他就会乖乖的 然后衣服穿好了之后 就会掉好好 弄好好好 还回去给张叔叔 所以 那么 那你看啊 年轻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我儿子就说 那他这样子就是 没有针对说他应该做的工作啊 他这样想 然后我说 他说 在个人呢 这是对的 个人的喜好 但是在公式上呢 他说 这样好像就是说 你不可以因为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啊 我说那他给的衣服也没错呀 好像丫头吗 给丫头吗 那不是那时候我们演那个 不是丫头 就是反正就是 青楼名记吗 然后 那董小婉啊 那什么 对啊 那他就说 反正都一样啊 穿起来都一样 但是他说 给你好看衣服 你也穿起来不好看 这就是 你乖 张国栋叔叔 就特别会疼这样的小演员 小女生 对 好 回到初心 所以陈明立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做演员起家吗 我会 回答就好了 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会再回到新加坡 从保险起家吗 会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陈明立的这本书名 四个字 叫什么名字 您留在我的FB的粉丝页当中 留的次数多 那最后抽出来的六位 我们一样送给你陈明立 空运来的这本书 然后送给大家做一个 进入保险界 跟进入人生的生命里程当中 一个很好的 一个励志的一本书 回到初心 好吗 我们下礼拜再见 明立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